價值五百多萬的進口轎車停在路邊 車頭右前方好像有一大片東西 再看仔細一點 竟然是成千上萬隻的蜜蜂 停在上面 轎車裡頭的駕駛 身穿防護衣 連忙將車給開走 民眾表示 如果遇到這麼多隻蜜蜂 會覺得相當可怕 而這隻蜜蜂群聚車頭的影片 其實是兩年前的事了 當時台中殺戮一間診所 疑似因為棋樓天花板在裝修 導致原本裡面的蜜蜂 轉移陣地道 停放在棋樓的轎車上面 而這輛轎車的主人 就是診所的院長 兩年前趕著出門動手術 但又怕被蜜蜂釘 只好穿上防護衣 開車出門 順便看能不能把蜜蜂給趕跑 讓當時目擊這一幕的民眾 都覺得不可思議 農業局表示 如果在自家發現蜂巢 記得保持五公尺的距離 再打給119報案 消防隊會交由專業外包廠商 前往處理 三新聞張展智 張智穎 台中採訪報導